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听现六次巨大爆炸声响 沙国首都上空也看到火光 使馆邻里 许多外国人居住的使馆区 街道上看得到飞弹碎片 但并未造成严重损害 沙国联军发言人马基 上校表示 沙屋的阿拉伯皇家空军已拦截并摧毁飞弹 部分飞弹碎片散落住宅区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马亚丁电视台 与伊朗结盟的青年运动发言人阿布杜萨莱姆 Mohammed Abdul Salam 则表示 若敌方攻势不减 战事持续 我方也将持续降化弹到飞弹的威力 这是沙国联军12日对夜门港兜贺台达 后迪德 展开攻势以来 利亚德首度遭飞弹锁定 沙国联军大举进攻和台达 意在切断青年运动组织的补给限 削弱实力 青年运动组织目前控制夜门首都沙纳 索纳 近击各月已对沙国发射数十枚飞弹 夜门这场历时三年的内战 广泛被视为沙国和荡的死对头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